Ladies and乡亲们 各种古代 嗯 好吃 袁老师 袁老师 别装死 袁老师 我记得上次啊 你投两期节目你就说 最近你不带团了 对不对 你刚从河南回来 在家好好歇歇 多做几期节目 怎么最近这个礼拜没动静呢 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 啥情况 犯啥事的 不做节目啊 无非几种原因 第一种 身体不适 我们特别不希望是这种情况 我说实话 盼着您长命百岁呢 第二种 时机不对 你看 大家去看袁腾飞 最后这几期节目 哪一期节目都是上蹿下跳 兴高采烈 眉飞色舞 是吧 骂了这个 河南水灾当中的一些某某人和某某事 对吧 又骂了那个什么 骂了谁 叶天还是叶什么 叶谭是吧 还骂了这个全红禅 对吧 不是骂全红禅 是骂了全红禅这个事件当中的 袁老师看不惯的人和事 最后一期呢 是骂了这个 是骂了谁来着 最后一期呢 骂了人民日报 骂了张维为 是吧 而且袁老师不是说了吗 一再强调 我现在不带团了 我在家休息 我给大家多做几期节目 好好跟大家在网络上唠唠 可惜啊 正好赶上一个阿富汗这事 所以我在猜啊 我这瞎猜 不一定说的对 阿富汗这事吧 一出 国内以袁老师为代表的这些人 集体静音了 不敢说话了 不敢说话了啊 因为这时候你说你说啥 对吧 你是支持美国呢 还是支持这个阿富汗政府军呢 还是说支持塔利班呢 没法说呀 对吧 你说支持美军 哎呀 那完蛋了 连美国现在自己内部 现在都已经炒成一锅粥了 天天点着名指着拜登鼻子骂 你看美国现在 对不对 无论是在野党也好 包括他这个执政党 民主党很多人也是骂拜登啊 大饭桶 是吧 老糊涂 包括美国的盟友英国 是吧 北约这一圈国家 哪一个不指责美国 这次带领了这帮西方国家 集体丢大人献大眼 哎呀 袁老师苦啊 对吧 你说你不可能支持塔利班啊 对不对 那塔利班之前 袁老师把你那什么伊斯兰教 什么穆斯林这帮人骂惨了都 是吧 骂什么阿联酋 骂沙特 骂这个骂那个 塔利班呢 绝对在袁老师心目当中 实打实的百分之百的邪恶组织 对吧 跟袁老师心目当中 灯塔的那种形象 盼若云泥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哎 你说怎么 怎么塔利班 竟然把袁老师心目当中最伟大 最强大的 是吧 人类的 是吧 人类的这个灯塔 民主的楷模 美国竟然给干趴下来的呢 这还不是最惨的 你知道吧 最惨的是吧 你美国你就你败就败了 你败的还这么难看 对不对 你说你阿富汗有多少像 袁腾飞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你是说那些是吧 搭着人肉梯往飞机上爬的是 是袁腾飞呢 还是说强行登机 被美军当场突突突突突突突死 那帮是袁腾飞呢 还是说最后像沙丁鱼一样 被美军塞进那个货机机舱里边的那些 那是袁腾飞呢 是吧 你到底哪一波是袁腾飞 肯定啊 肯定有一波不是袁腾飞 就是阿富汗那个前总统和副总统 人家是吧 开着车 车后备箱里塞满了钞票 美金 跟着自己 然后搭专机前往第三国 自此海外流亡 是吧 说是海外流亡也算是海外享福去了 我不相信啊 我不相信袁老师到时候能享受这种待遇 袁老师 袁老师应该到时候应该就是像那640名中等工具人一样 被塞在那个货机机舱里 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真的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袁老师千万不要 我跟你说 袁老师 咱就算登不上飞机 你都不能像那帮什么巴着起落架是吧 我这死抱着飞机 我跟着飞机一起飞上天 飞机是飞上天了 你下地狱了呀 因此你看这几天 袁老师说好的 本来说多做几期节目 恨不得天天跟大家见面 失言了 对吧 你看他前几期节目做的多密集 做的多密集 这时候你看阿富汗这事一来 哑巴了吧 熄火了吧 干啥呢 等待这个风声过去 对不对 等这个风声过去 你说你现在你开个节目 你说你不提阿富汗 你好意思说吗 跟台湾那帮绿营似的 绿媒似的 假装这个世界上没有阿富汗 这件事情发生 明明是目前全地球最火热的一条新闻 他总不能不谈 一打开镜头 是吧 跟大家一见面说 阿富汗我没听说过 这事我假装没看见 说不出口 所以干脆不做节目 这叫什么 这叫让这个事情冷却 淡化之后 等大家都把这个事忘了 然后袁老师再出来 再跟大家妈妈这个呀 妈妈那个呀 那时候再来 不知道这次阿富汗这个事 对袁老师 及像袁老师这类的 这类人里面的内心深处 激起一丝丝波澜 没有 不清楚啊 因为咱也不是他那种人 咱也不了解 是吧 当袁腾飞们在电视屏幕上 是吧 看着阿富汗机场 发生的那一幕一幕场景 要不然就是被遗弃在机场的 要不然就是被美军当场突突的 要不然就是扒着起落架 最后跟着飞机一起上西天的 是吧 最好最好的结果就是像 像沙丁鱼一样 被美军塞进货机机舱里的 袁老师估计啊 当时心里在想 哎呀 到时候你说 到时候我是哪一类 啊 我能不能挤进飞机 赶快锻炼身体吧 啊 这个很重要啊 到时候全凭了这个什么呢 全凭了这个 全凭了你身手的 哎 徐教练行 徐晓东应该行 是吧 膀大腰圆的 有劲啊 天天锻炼 天天锻炼 你看到时候 那个抢飞机 徐教练就能冲在袁老师前面 啊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啊 但是袁老师的这种人就是一项是这个靠脑力 是吧 人家靠脑子吃饭的 没准啊 抢飞机之前给徐教练什么下个绊子呀 什么干嘛的 这是保不齐 对吧 就像这次河南这个捐款似的 你这袁老师给这个徐教练 是吧 给徐晓东下这个绊子 把徐晓东摔得吭屎 所以啊 所以啊 还是说 袁腾飞老师啊 你作文我们这些小up主的衣食父母啊 没有你 我们就没有流量 是吧 这是你说的话 你说我们的衣食父母 赶快啊 尽快出来做节目 好不好 如果实在是不想谈阿富汗的事 你呢 就不行 你就贴一份那个社区那个 社区不是有公告吧 你那个社区栏啊 你不能闲着呀 对不对 让你老婆 你老婆不是帮你去操作这个频道吗 让你老婆贴个告示 对吧 呃 比如说8月15号阿富汗的事开始啊 是吧 因袁老师私人原因 于8月14日凌晨0点起 至8月24日凌晨0点止 是吧 袁老师不停的复泻 因此啊 无法这个做出 因此无法制作新的视频 和诸位粉丝见面 敬请原谅 对不对 当然了 你说到8月24号阿富汗这个事还没过 怎么办 没事 你再贴一条嘛 对不对 因是吧 头十天 袁老师是吧 长期腹泻导致胃下垂 是吧 导致长耿阻 这你编呗 你往后编呗 他这事啊 总有一天会过去 对不对 总有一天会过去 时间是一把杀猪刀啊 是消磨一切的利器啊 等着吧 没事啊 慢慢等着 不过说实话 我还是听盼网听一听 袁老师是怎么看待阿富汗问题的啊 喂 每次来我视频啊 我一谈袁老师就在就在我这下边跟着跟着骂人的啊 你们袁老师的这帮粉丝们 赶快提醒你们袁老师 对不对 聊一聊阿富汗这个事 你从能从历史这个角度聊啊 是吧 袁老师聊事情有很多姿势的嘛 对不对 给他留言 很多人可能还有他微信 是他会员 赶紧给他留言 没事 莫谈国事 装的跟个孙子似的 我也有扇子 你看咱啥都能聊 看到没 我们啥都能聊 中国的好事 中国的坏事 我都能聊 没啥不能聊 只有你 有些话你死都不说 不敢说 好吧 松 松包一个 找我 我都能聊 我都能聊